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放脾气不伤害别人就行了 有时候可能也该骂吧 我只是这样说 只是说不是说 只是让你不要纠结 不要刚开始修行 被一些个性上的这些东西纠结 因为我们的重点不在这儿 刚开始 对 先不动 有些气欲吧 你崇了佛可能你在这个世界没面 你左撇子还是个左撇子 你也没改 有些习气还在那儿 但不影响你肚子 啥也不影响 你知道吗 就是心安心 那就是那个打坐 对修行是有帮助的吗 因为我最近这几天 就是感觉身体细胞一直都在震 然后心就一直往下沉 就老想这么不动了 那挺好的 那就 打坐是一个最好的修道的一个知识 就是成道啊 就是身心开始 又去初修 身心不动 如果你感觉到你的每个细胞都在震动 能感受到 因为细胞的震动 生命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嘛 除非心很温细的 去体验 就是它才能体验到血液在流动啊 这个细胞的震动 身体其实是都在震动 就是万物都在震动 这个桌子也在震动 所以 是不是这个打坐我是在修正 嗯 我只是在静坐 影响还是清静的坐在那儿舒服觉得 还是想瞧一些 还是我坐着 我通过打坐这个方法 我想修止观修法门来成道 如果你想成道的话 那就要看佛经 你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讲的东西就是成道之路 它是讲的最清晰的 其他老师没有他讲的那么透 你就要了解 我这个成道之路怎么走次第啊 什么都要明白 我已经看得太少了 不太懂 就是坐的时候会 看念头很散乱很多 就先把它停下来 是吧 停不下来 先修绝照 先修绝照 就是我知道 看着它 但不跟着它跑 慢慢慢慢慢慢就少 现在这个高速门都是这样 但是见地上要不断地学 你要就要看 你要知道 什么叫修正啊 为什么要修行啊 修行是干什么呢 但是就算你不成佛 这个静坐也是有很好的方式 就是对身心还是有保重 你看瑜伽也有静坐 其他文牌都有静坐 因为它这个姿势 这个三角形的姿势 在宇宙中 对能量的聚集是最快的 它打坐这个 而且很稳住的 三角这个姿势 然后坐着呢 身心很沉静下来 很休息 是不是在学生会一样 是的 到这里头一直这样 有的有的 真的更厉害 因为你去不同的师兄 跟不同的人在一起 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你敏感 你既然都能感觉到自己在震动 那你可能感觉到 身边万物对你的影响 你就敏感了 至于头罩是谁影响的 我也不知道 就不管它了 真头罩 你今天也没有什么 也不是比过这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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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